为了提升李明的健康意识,新店区永平里办公处9月及10月份开办了圣心健康保健课程,规划了健康讲座还有瑜伽运动,希望届时建立长辈和李明正确的保健观念,为自己的健康把把关。 新店区永平里办公处为了提升李明的健康意识,9月与10月份的每个星期二,举办身心健康保健课程活动,里长林牧山表示,随着高龄化加速,长者的健康保健越显重要,因此两个月的课程规划了健康讲座还有瑜伽运动,借此建立长者与李明正确的保养观念,改善身心状况。 瑜伽老师,还有两位健康的老师这样子,他讲的课程不太一样,一个是光与肾脏病要怎么去预防,今天的是血糖,我们怎么去认识血糖的关系。 另外瑜伽的课程就比较有五节。 现代人饮食习惯不正常,加上含糖饮料与食物摄取过多,导致糖尿病人口日益增加。 所以营养师在搞懂糖尿病就是跟疾病说拜拜这堂课中,就详细解说了糖尿病的成因,症状还有预防方法,并且带李明了解如何正确选择食材,稳定控制血糖。 大部分我们的传统的饮食就是淀粉类都会吃太多,那我们就是吃的顺序,第一个你可能要先吃我们的蛋白质,然后再来吃我们的青菜淀粉是放在最后面吃。 当然我觉得特别对于中高年龄的人,在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的需要的。 参与活动的李明表示,这次的课程帮助他们更加了解糖尿病,也打破了过去对糖尿病的错误认知,真的是受益良多。 透过老师这个血糖的一个知识的分享,其实我们不知道知道说饮食上其实是要均衡,那均衡的饮食下对血糖控制是非常有帮助。 那这种我们常会忽略的细节,其实透过这个课程,其实让我们得到非常多的一个帮助跟了解,所以这次里长安排这个很好。 李牧山里长指出,永平地每年都会举办健康保健相关课程,未来也将会持续办理,希望透过这些活动,帮助李明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,减少疾病风险,让大家都能健康乐活。 记者,这边站本期,新店财宝报导。